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的历史百家。 厄尔泰、自义安、西林杰罗市、满洲湘兰齐人。 康熙三十八年,1699仲几人,康熙四十二年1703,因齐才永卓升为三等侍卫。 雍正元年1723,充任银南乡市考官,不久卓升江苏布正史。 雍正三年172510月,调任银南巡抚。 雲贵地区是我国少数民族聚居地之一。 自元朝以来,一直实行土官式习制,即由当地的少数民族求。 长自制。 由于经济文化比较落后,统治者残暴肆虐,独霸一方,加上地处偏远,助长了嚣张气焰,对朝廷不屑一顾。 土司之间也纷争不断。 土司制度的种种弊端愈演愈烈。 从明代开始,就在条件成熟的地方取消土司,派驻朝廷命官,实行改土归流,但成效不大。 鄂尔泰助任银南,于雍正四年1726,奏书皇上,提出了改土归流的具体方针和措施。 他指出,云贵一代大幻莫如苗辩,欲安民须质疑,欲质疑必改土归流。 对土司应该寄秦为主,兵则赐之,令其自首为上,乐陷赐之,清世宗接受了这一建议。 马尔泰立即出兵分三路,为次长期作乱的贵州仲家苗,路有古龙,一路有娇山,一路有马洛孔。 不久即破长寨,社长寨厅金贵州长顺,接着又破三十查,将三十一赛,府苗民五百余户,两千多人。 以长为基础,向四周扩展。 凶财狡诈的镇远土之辅习,占一土之。 周安于戚被鄂尔泰用计搞祸。 这乐据土司习连斗尊于行事,自用改土归流,乞求免续一死。 厄尔泰上西地建议,授予投降清朝的吐司直贤,已是赞扬和鼓励。 在俯齐下策略下,仲家苗派乱很快平定了。 雍正客家官三级命厄尔泰,尽管种苗诸事。 不入,拿尔泰提出十条管理中的士宣,莫或贩中协同者,凡自首的一概宽勉。 二,归债者每月发给米盐抚恤,并给耕牌。 超过一月未归,其填土赏兵。 三,重新划分土地所有,规定界限,盲方给予保障。 四,因战乱错过耕种期,捐免等年正负五,同名个案祖姓造册,不知本性者为利性。 六,经济蹊脚,引盖及思造者处决。 七,兵不得欺凌,官不约束严参。 八,以贵阳私之赃掌茶化岛。 九,宜偿债法总助打攘债控制。 官兵有经者,急杀需杀子。 申报各地货犯会审,不得迅思枉法,偏相应护,根据这十条。 将,庆后公家二级,特其都是市职。 同年三月,镇远雕如等其兵反反,杀官焚略,无恶不作,厄尔泰出兵不久,急勤如针,其同坐鸟受散。 广西四城土之府曾应臣,操纵不下节。 不夹的树,又阶子发兵驻扎着香吏七营,明目张胆的同朝运作队,尔泰赵令各路兵马一起讨伐。 六月,应陈军聚起,以改留存百,隔去市职而求免死。 卫士皇威,免死但心将原籍,留下其地印汉凤寺。 七月,与湖北,军队平定了谬冲花苗的动乱,降服部分人员。 九月,秦雕如针同党扎铁匠降降礼百叠。 十一月,招降一百八十四茶。 厄尔泰受到嘉奖,进市值等京车兜时。 十二月,又攻破遗难果汪一众,收取六茶山周围于里地,化解建成。 在短短一年时间内,许多地方实现了改土流。 清政府设兵住房,实行垫田,兴拜学校,编造户口废除过去吐司的残暴统治,杜绝了吐司之间的纷争,促进了生产发展。 于南安。 南边界与内地发生纠纷,皇上命厄尔泰勘查。 在尊重少数民族的基础上,化出八十华里内地,归安南所有,安南国王李维俭表示感激,愿受政府管辖,接受封职。 与此同时,镇压了一批穆无王法的叛乱分子,如东川法夹土木陆天佑,泽补土木陆世豪,米贴土木陆永孝等。 陆永孝的妻子,联合临近部落复仇,结果被总兵张药组擒获。 广西巴达寨农,阎光色等,为乱提督田军告急,厄尔泰奉命前往,比招中辞牌位得以改书赠官,列大臣之末,雍正允许,但是念吉他功大,绳仙少保。 苗江基本平定,为稳固统治,12月,鄂尔泰上树林营涉官适宜,一巴寨聚都云府90里,地方辽阔,不易控制,改为都云营,涉富将驻扎,二丹江逼凯里,素来为商苗盘距增加丹江营,涉参将,三九谷尤为强悍,派黄施营游动驻扎,四,清水江南北两岸广大地区,在中间地带。 曾涉清江邪,涉富将,道振远邪,原来是房清水江南岸地区的,现改为营涉参将,归属清水江邪,六天驻营靠近生苗居住区,从前只涉参将,今分涉营去,改为都司,七古州地处都云,黎平遥,深人渡地,特涉古州,派总兵,改黎平邪为营。 巴西已定,涉文分生,增加都云府同志一名,驻巴寨,通判宁,驻丹江,镇远府同志一名驻清江,黎平府同志一名驻古州,全。 布加里苗二字,九,所施同志,通判,连同驻扎官兵在内,各波把总兵丁护卫。施旧县天涉县城分柱。